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在生活上多照顾我一点 这很正常 她总是拿工作当挡箭牌 可是到最后又什么都做不好 我有我自己的规划 她跟着我肯定不会受委屈的 她为什么还这么多意见呢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王先生26岁来自河南健身教练 朱女士23岁来自河南健身教练 有请 欢迎老位 这肩膀都赏心悦目的 特好 就喜欢她这个 因为我们是高同学 都是一起学体育的 你也是专业的是吧 对 你看她那个肩膀 那个腰 不是挺好吗 郎才女帽的 还是高中同学 咋了 应该很了解啊 就是因为太了解了 我现在就感觉两个人不是太合适 我们两个认识七八年了 都是一起学体育在高中 一起训练什么 那个时候我觉得她 在我心目当中 是一个男神一样的存在 她成绩特别好 我成绩差嘛 我就平时就跟着她 她干啥我干啥 有那种感觉 一个学渣对学霸的羊 有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其实挺爱慕她 但是没有敢说出来 因为高中时候嘛 还是以学习为主 到了高考了 我想跟她考同一所学校 我成绩差 没考上 但是我给她报了同一个城市 学直到大学的时候 就谈了女朋友了 我这份感情就一直放在心里边 不敢说 第九年的时候 听说她分手了 我觉得直接到了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从高中的时候 就一直喜欢你 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 其实那个时候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你还都知道是吧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成绩比较优秀嘛 喜欢我的女孩 还挺多的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女生苦苦追寻了 惦记了好多年 终于把她惦记到手了 结果到手之后发现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是这意思吧 她这个人 就是大男的主义 特别严重 而且干事情 也总是半团费的 不像我想象中那样 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不是健身要吃的那个鸡蛋吗 吃的比较多 早上的时候 我要给她把那个鸡蛋煮好 给它剥好 再喊她起床 红她吃 她才愿意 好浪漫的场景 也没那么夸张 哪有红啊 你每次都是 磨磨叽叽磨叽叽 很当务事知道吗 这样 而且她特别喜欢打游戏 每天下班的时候 从晚上十点 可以一直打到凌晨两三点 边打吧 还得边让我给她喂饭 她打游戏失败的话 会怨我 会怨我 就说你给我喂饭了 你喂的时机不对了 我很委屈 其实也没她说那么严重 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平时也没什么坏毛病 我每天就喜欢打两把游戏 然后下班又晚 我就想着 我边打量 她能给我喂着饭 就省个吃饭的时间 我就能多玩两把 我其实就这样想着 就想着她能陪陪我 都陪陪我 你打游戏 你为什么还一直让我给你喂饭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我还得睡觉 我爹爹还得上班呢 你为什么不考虑下我呀 那平时我打游戏 听她键盘声音卡啊响 她肯定也睡不着 那你就陪着我玩一会儿 给我当个观众 我自己的深夜玩也挺无聊的 其实我想就这么简单 但是你为什么要把失败的原因 归据我身上 你每次失败的时候 你看都怨你都怨你 你失败原因是怨我吗 你玩了八年还是青铜呢你 我玩八年青铜 这个东西 我玩游戏就不是为了比赛 我就是娱乐一下 再说 我说你多少次了 就是你看准时机 我有时候就是死的时候 续弦的时候 你给我喂饭 有时候打正激励的时候 他咔嚓一勺子饭 嘴到我脸上 那啥也看不见 那不很容易就死了 听懂了 听懂了 咱们如果脱离的吃 你们俩还有没有其他的事 两件事说的都是吃啊 他任人老使唤 我去帮他干事 他上一次又出差 八点多的飞机 我早上四点的时候 就开始喊他 他不起 磨磨叽叽 五点多还没起 但是六点多就得去执机啊 这日子倒好 他说你先拿着我的身份 你先去给我执机去 不是那你不帮我执机 那我肯定就赶不上飞机了嘛 而且你早上上班时间 还早点来 你帮我去执个机 你的事情为什么 由我来做呀 那我要是在那 刺入行李再去执机 我肯定赶不上飞机了 那你不知道第二天 八点要出差吗 那你不能早点睡觉呀 那前天晚上 不是睡得晚吗 那谁让你打游戏了 你自己的事情 你得自己处理呀 你不能能不能不要 就是依赖着我 去使唤我 去干这件事 你去没去 我去了呀 你去了 我去了 这个没原则的家伙 不是 你别去呀 我又怕她当过事 我觉得她是我女朋友 那我不让她照顾我 那我让别的女朋友照顾我 那你也不乐意呀 你多大了 还让人照顾我 不是 我觉得谈男女朋友 那我主外工作嘛 对吧 那你作为一个女孩 那你就把家照顾好 不是 你不工作吗 我工作呀 对呀 人家也工作呀 我是说她主要的任务 是把家里和这个 我们的事给操持好 就是她让你干的事 你都会干 会吧 那她会影响你吗 会呀 她以前的时候 不是要训练吗 她训练的过程当中 会给我打电话 就说你现在忙不忙呀 在哪儿啊 我现在需要你给我 过来拍照片辅助 然后过去之后 要给她倒水 要给她冲袋办法 要给她上片 给她卸片 各种事情 她本来工作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 那你就过来 找我离得也近 都腻在一块是多好 我觉得 这你老板不管你吗 管呀 我好几次就矿工 都被我老板逮到 就说我了 她说 你这工作太子不行 你走吧 你别干了 人家给我辞了呀 而且她的工作 我本来也就不想让她干 工资又不高 天天就给她耗时间 那后来她辞了以后 我给她安排工作来 我把她安排到 我们健身房了呀 而且我还手把手 教她怎样去从事这一行 你是把我带到 那个健身房了 做了教练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你怎么不帮助我呀 那你的所有的东西 不都是我帮你弄 你的入职手续 各方面的东西 不都我带你了解 那我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帮我呀 那新代的会员 你为什么只分给那些新教练 你为什么不分给我 你是一个刚入职的教练 没有太多教学经验 我能交给你 我肯定是交给一些 稍微有教学经验的 我问你 你在心里能承认你女朋友的 这业务能力什么的吗 现在 还是有点看不起她 没有 我没有看不起她 她现在工作一段时间 也挺好 也没有说看不起她 她每次总是会想特别的 她总是觉得 我会看不起她或者怎样 你就是 明明就是这么看不起 我就打压我 你总是对比我 你大学谈那个女朋友 你大学女朋友怎么温柔 我脾气怎么爆 你大学女朋友 带人怎么周到 怎么热情 我就不行 我这不行 那不行 功能力没她强 你总是这样 生活当中主要对比 你们俩在工作当中 谁带的会员多 我现在慢慢地 就超过她了 她现在不平衡了 我没有不平衡 你就是有 那上一次比赛的时候 你说那个比赛没用 我不让我去 那你后来为啥 自己去报了呀 那个比赛本来就不适合你 怎么不适合 她不是说那个比赛没用 那么那个比赛 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 因为我是从任何一行 比较时间长 而且练了比较久 她还练了一年多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比赛她去了 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她备赛呢 会特别辛苦 我就觉得你没必要去 然后她非要说我 怕她超过我怎样 然后不让她去 那她去没去啊 她去了呀 我不让她去 她非去 她是自己报名 她不让我报 她自己报了 我就很生气 我就跟上她报了 那备赛的时候呢 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训练的时候 能不能就是给我辅助一下 给我带带 她就不愿意 直接给拒绝了 因为我还要备赛 而且那些东西 我都教过她的 我还要备赛 我还要去带亢言 她还要去额外带她 然后你让我给你辅助呢 你天天让我给你倒水 粉条 不是 比赛打了 总是你做这些事情 比赛结果打的怎么样 比赛结果 她说我不行 但是我顺利了进入半决赛 然后成绩的话是 前十 她呢 前我 他出赛都没进 那种比赛 老师 我先说一下 那种比赛 那种比赛 它是有很大的主观因素的 比如说 那裁判他就喜欢你这种身形 那可能你的比分就高一点 然后我的这种体型 可能裁判他就不太喜欢 所以说分数就比较差 你看他现在 就这么回去跟人家说 跟中国人说 你看我成绩不好 不是因为我不行 是因为我没好好准备 再说我说是本来就没好好准备 就把那些原因归咎给外界因素 不归就他自己身上 事实那就是这样 事实是啥呀 那次准备 我本来就没有好好准备 半决赛选手前十 那我之前也有好多好成绩 我也没拿出来说 那只是偶尔一次的失利的话 他现在就心里不平衡了 你知道吗 现在觉得 他把我带入这个健身行业的 但是我现在成绩慢慢超过 他现在就是不平衡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但他自己是这样想的 那你怎么没那样想 那以前的时候 晚上回去都是我做饭 我现在又忙了之后 没有给他做饭了 回去之后他开始甩脸子 掉脸子了 那他因为了工作 就耽误了我们两个正常生活 那我生气 人家现在成绩好 他成绩好怎么了 他成绩好 他也是我女朋友 这倒也是 但是我晚上得有课呀 我现在会员多了 我得排课呀 我给他说了 对吧 你闲的时候带带会员 主要的是你 把咱们两个日常吃的餐 生活照顾好 对吧 然后那些东西 我会去多带会员 多挣钱 他现在就是什么事情 都是以他为中心 把他照顾好了 我才能有自己的生活 听到了 听到了 而且我发现他现在 干事情总是半途而废 他前一段时间 不是干卫商吗 跟我说能挣大钱 然后说咱们结婚的房子的钱 都能存 能存进去 干卫商挣大钱的多的是 我只是那样随口一说 你每次就拿这个 抓着把柄说我 说我没干成 他嫌就是发货累 查单号麻烦 他跟我说 呀 这个东西不适合我 还是再找一个吧 其实这件事 它是这样的 我呢是就想着额外做兼职 多挣点钱 而且这件事 我干得也挺好 但是我后来发现 干这个 它影响了我的本职的 一个工作 这一件事没干成 不代表人家 那还有呢 我没有不干成 我是自己不想干的 对对 自己不想干的 那不就办团费吗 那还有 事情可多了 现在自媒体不是很火吗 他跟我说 报那个剪辑班 报一个课程 要三个月 要花一万多块钱 我跟他说 你先考虑一下 你看上一次 事情都没干成 你这次 你得就深思熟虑一下 把那个新电脑买回来 而且已经把那个班 给报上了 这件事 也是我自己不想干的 也不是我干不好 我是想着 学一下剪辑 拍一下自媒体 然后说不定还能火 这么着 但是我后来发现 报那个班呢 它每天要学 将近七八个小时 要学三个月 每周要学习三到四次 又影响了 你正常的工作了 对 所以说 我就把那个班退了呀 它取了三年就回来了 人家把钱也退给我了 那你刚开始 人家费的心思 还有金钱 不都白浪费了吗 哪浪费了 咱们哪有那么多 继续去回货 买了以后就扔了 对吧 咱家电脑本来就该换了 对对对 还可以打游戏嘛 我看你就是想 买一个新电脑 没那都没有 我就是想着 买电脑学剪辑 没有说打游戏 现在就是什么 又跟我闹着 就是说 老家有一个那个朋友 拉他一块去投资 就是回家开餐馆 这跟教练根本就不搭边 无论我是干教练 还是干餐馆 只要能挣钱 我感觉 干哪个专业都无所谓 是是是挣钱 但是你挣钱 你回家就行了 我这是干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非得 把我拉回去 你是我女朋友 你不跟我回去呢 我带别的女人回去 对吧 那人家都说 一个男人想 事业成功 那背后一定要有一个 支持他的女人 他还是想让我 把我的工作抛弃 就回家去照顾他 伺候他 围绕他转 做个佣人一样 最终目的还不是为了 我能更好地去创业 我想问一下 我就是 我现在是你的佣人 还是女朋友 肯定是女朋友啊 那你为什么老是使唤 让我去干这干辣的 是吧 那我使唤别的女人 你愿意吗 你是我的世界中心吗 我也有工作要做呀 那我是他男朋友 他照顾我 我觉得这不理所当然吗 那他是你的女朋友 你应该为他做些什么呢 臭小子 那我肯定是为了 我们未来着想 别别别别 别你了 他不回你自己回不回 那他是我女朋友 他不回你自己回不回 他必须得跟我回去 我不想跟你回去 我要是跟你回去的话 我还是得去 就是说做一个佣人 去围着你 两位一样 我没说让你做我的佣人 而且我做的什么东西 我都是为了想挣更多的钱 你知道你不是没长性 你知道你为什么失败吗 我没有说 你过去学吧 你是艰苦训练 你现在你开始走捷径了 打比赛你不认真 你不认真打什么比赛 你没有了解 微商要占用你很长的比赛时间 你为什么去做 你想走捷径 对吧 学剪辑 你说我去了之后 才发现七八个小时 那是因为你想到 让人没干这件事就能火了 你没想到去 还有那么多的付出 所以你退回啊 你知道你为什么 现在连续失败吗 是因为你不够以前勤奋了 是因为你想偷懒了 我就想尝试更多的东西 我才知道哪个更适合我 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你要么不做 你要么就把一件事做 你别强迫他呀 我没强迫 你回你的家创你的业 人家在人家这儿当健身教练 怎么地了 那光我认为当健身教练 好 我说不过你 毛队其实已经摆在这儿了 摊开了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圈 男生 我说三个词 你评估一下和你有没有关系 不踏实 不安分 不稳定 和你有关吗 这个我承认有 你还有自知之明 女生没自知之明 你渴望 他都听你的 可能吗 你难道没看出 你的男友 他是力气踏 口气也大 自我感觉很好的男生啊 他认为你就是要围着他转的 怎么可能听你呢 你看 你们两个比赛 你拿了好成绩 你以为他真的是失落吗 不是 他是怕你 更加的出来拔萃了 他失去了对你的掌控权 没有办法 让你围着他转了 他在打游戏的时候 为饭是一种依赖吗 不是 那是一种征服 你就要照顾我 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但是男生 恋爱 它是平等的 不存在说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我要听你的话 这样的爱情才是美好的 这男神要跌落神坛了 这个 眼看着自己的女朋友 光芒胜过自己 除了嘴硬 哪也强硬不起来了 我们说 可能 有些人天赋 比别人好一点 比如说你 但是我们靠吃老本 那吃早吃空的呀 眼前的现实 不是非常地鲜明 特别地能够告诉你 就是这样的道理呀 你的女朋友 可能当年没有你条件好 但是人家勤奋 所以他在你们的这个领域里 比你现在要优秀了 你还没看清楚吗 男生 这不仅仅是你们 职业生涯 给你的一次警示 也是你人生的警示啊 我们不努力 不勤奋 不踏踏实实去做 那迟早有一天 就会被淘汰 健身这个领域 运动这个领域 是你熟悉了这么多年的 你说放弃就放弃 现在要去河南去开饭店 哪个是你擅长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自知 不努力 迟早会输掉 你的爱情也一样 你反复重复说 这是我女朋友 她不照顾我 谁照顾我 为什么不能自己照顾自己 为什么不能自己 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所以你真的要警醒了啊 女生其实我觉得 你努力执着是你的优势 但是我觉得 我们生活除了勤奋和努力 也要妥协和包容 这个妥协和包容 不仅仅是包容她 其实也要包容自己 你要接受自己 有成长的是有光芒的 如果你成长的脚步 对方跟不上 你有很痛苦的话 其实不管当初 你追她多么费力 我觉得有时候 该执着的时候执着 该学会放手的时候 要放手 这是对自己的包容 好吗 好好想想吧 也许不再适合了 我们就勇敢地往前走吧 继续努力 谢谢老师 谢谢 小王 你怎么就那么高高在上呢 我问你 不就因为人家喜欢你吗 就是惯坏了 你就一直头戴 所有人都仰慕你那个光环 面对一个喜欢你爱你的女生 你看不到她对你的付出 你看不到她对你的爱 你不懂得尊重别人 只懂享受 有人喜欢你 有人爱你 证明你优秀 但请你不要自我感觉那么良好 不要拿着别人对你的爱 当另件 你要学会尊重 学会看到别人对你的付出 对女生我想说的 其实更多一些 她是高高在上 自我感觉良好 这都是因为你们惯出来的 我用的是你们 因为在她的眼里 你只是喜欢她的其中一个女生 她在跟你的这段恋情当中 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 她就在高处俯视你 而你需要的就是卑躬屈欺地来讨好她 你找到了一个你爱的更多的人 你一直这么卑微一下情侣 愿意吗 她对你的视而不见 你完全可以不在意 她就是这么使唤 你就是这么把你当保姆 你甘心承受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有价值的 你觉得你自己的价值 是大于你爱她的价值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一段感情 这样一个人你可以远离了 我经常说一句话 我说女孩倒追可以 但倒贴一定不行 倒贴指的是什么 把自己的全部都依附在这个男人身上 我以你为我世界的中心 你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 所以喜欢过就好了 谢谢 当初这个神是你自己造的 他也没有那么优秀 只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小环境里 因为个子长得高一点嘛 体育能力强一点嘛 女孩子都会觉得 哇 好棒 白马王子 然后当你发现超越他了以后 他还是那个神嘛 当他走出了那个封闭的环境 来到了一个正常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待着的环境里头 他还夺目吗 他今天在说话的时候 我真的好烦啊 当他一再地强调说 他是我女朋友 他不照顾我 我找别的女孩子照顾嘛 谁给你的权利说这句话呀 谁给你的权利说 他不照顾你 你就可以立刻找一个女人来代替呀 可是他偏偏要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他要给你的生活里头 制造很多潜在的 哪怕不存在的竞争者 你不喂我饭 后头还有一堆女孩子等着喂我呢 你不给我充蛋白粉 还有一堆的女会员等着给我充呢 你不去替我直击 我还能找到一堆的人来替我直击呢 你对我不温柔 我回忆前女友 或者我给你展望 未来会出现的女朋友 他用这些方法 打压你的自尊心 打压你的自信心 制造你的不安全感 让你觉得你在这段感情里头 除了听她的话 你别无选择 而如果在这个感情里头 你想长久稳定地生存下去 也只有乖乖听她的话 对吗 可是如果你反抗了呢 有一些反抗 甚至都不是来自于 自己主观意愿地想反抗 我给你设想一个未来 这是你从来没想到的 如果你们俩结婚 你有了孩子 要喂饭的肯定不是她了吧 这个张着嘴的剧音玩游戏 那边一个小孩嗷嗷地 不喂 没法吃 你喂谁 你喂了小孩 她呢 是不是可以立刻找一个女人喂她了 这样的一个自己都不肯长大 没担当 没责任心 不知道去爱身边任何一个人的男人 你真认为到时候结了婚以后 做了父亲以后 她摇身一变能成为一个好人 不会 她只会跟你抱怨说 你的心思放在了孩子身上 你根本不在乎我了 你不管我还有别的人管我 你不只是那一句话让我讨厌 还有 什么事情都说我不要 不是我做不好 是因为我不要 你可以自欺欺人欺负多久呢 现在女朋友过来是希望我们劝你留下来 但我希望的是你走 离开这个像保姆一样的女人 她已经代替了你妈 照顾了你这么多年 帮你承担了这么多 惯坏了你 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摔打去 自己回去开你的饭店 女朋友做你的健身教练 两个人如果有缘分 异地也能够维系感情 各自处理一段独自的生活 有可能将来再在一起 至少现在分开是一件绝对好的事情 可以各自成熟 该发光的女生发光去 该长大的男孩长大去 谢谢米娜老师 打醒了吗 你醒了吗 醒了就醒 重要的是未来你们的路怎么走 老师们都提了建议了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各干各的 不要因为爱情 而为任何一个人放弃 各自独立 然后去相爱 一起进入真情流程 我希望她能再相信我一次 我觉得这一次 我选择回老家创业 也是考虑了很久 很多东西你不尝试 你永远不知道 能不能去做得更好 回去以后 我也会改掉我的一些粗毛病 好好的去干我的事业 我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为了将来 能有更好的经济条件 所以说我希望她能 再相信我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陪我一块去 打下属于我们的天下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真的能够去为我改变 我只是希望你能 就是说多爱我一些 就是多为我考虑一些 不让我只为了你去转 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 事实证明她不会为你改变嘛 她要为你改变她的话 应该是 我愿意去创业 我相信你能够很好 你在这儿继续做你的健身教练 我回家好好创业 闯一份天地给你看 这叫为你改变 自己回家创业行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希望她能跟我回家 就是你的身边离不开女人吧 是离不开她 那你就得学着离开她呀 她又不是你妈 好了 男生命题非常简单 如果你同意女生 做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强迫的 那您就出来 这叫改变 你如果你还是坚持说 她必须得跟我走 你别出来 好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哎 真气人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我爱你 你啥意思 你回家创业 她留下来是吧 我这一次愿意听她的 其实你尊重她的选择就行了 别老听谁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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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有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挺好说 你多爱我一下 这不是你提出的要求 是应该让她发自内心的 我以后会做到 真的吗 真的 别飘了 踏踏实实的 对 来吧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她总是那么幼稚 做事不考虑后果 还不觉得自己有错 我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了让她开线 想让她变成最幸福的人 这也有错吗 我和她沟通 她也不听 我想分手 她却总是搬住 我的父母朋友 我是真的很心累 明明明所有人都看好我们 她却总是跟我闹脾气 我不知道我是哪里做错的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杨阳 22岁 来自湖南 无业 有请杨阳 小玉 27岁 来自安徽 职员 有请小玉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在抖音上相识的 是吧 谁刷谁刷出来的 我刷她刷出来的 特别喜欢她 后来之后就跟她网恋了 就网恋了 对 再后来就奔线了 现在谈了多久 一年半了 现在是 你觉得跟她在一起 压力很大是吧 对 压力太大了 所以想分手是吧 是的 为啥要分呢 我觉得她特别幼稚 然后我跟她在一起吧 就压力特别大 好 举几个例子 我们听听看 有什么样的压力 从一开始她就骗我 我们刚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她跟我说 她跟我差不多大 后来我才发现 她比我小五岁 这不是问题 可是她骗我呀 你为什么骗这姑娘 是这样子不是 她说她不接受 比她小的 我就只能跟她说 我跟她年纪差不多 这样才有机会追她吗 她不仅骗我 她还做事情 想一出试一出 因为我们是网恋嘛 而且我们也是异地 结果她倒好 一个招呼都不打 就突然跑到我这边 跟我奔线 工作也辞了 房子也退了 另个行李箱就过来了 然后就不走了 这是为啥呀 那我不是 也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吗 就想过来 然后跟她好好在一起 能够好好照顾她吗 她哪有好好照顾呀 她来了之后 她都不好好工作 她一个月都换 七八份工作都不满意 后来就干脆 啥也不干了 就在家待着 待了多久了 就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工作啊 从什么时候 一直到现在 有好几个月了都 我都 这是为啥 我也有好好找工作啊 因为那些工作 都不合适我呀 我就想找一份工作 能够每天去 接她上下班的工作呀 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 怎么是每天送都上下班呢 那你靠什么活着呢 孩子 开销都是我的呀 花销什么都是我的呀 千里迢迢找了个人 去养你是吧 她工作都辞了呀 她就这样 拧个洗礼箱就过来了 她来了也不好工作 对对对 这个压力好像是会大一些 后来吧 我就托朋友好说歹说 给她找了份工作嘛 然后离我单位也特别静 可以每天一起上下班 结果她还是不好干 然后让人家给辞了 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要把我给辞了呀 我的妈呀 这孩子 为啥把你辞了 你不知道 她天天不是迟到就是早退 然后每天还要 就是等我上班了 她才去上班 然后上班时间嘛 还拖得出来 给我买未来啥啥的 叫她不要来 她飞来 然后她本着工作都做不好 又迟到早退 那我的朋友 只能把你辞了呀 是因为我想着 她是上班的时候 我怕她饿的嘛 那些时候我就给她 送一些东西过去 她就是太幼稚了 就连工作也不好工作 那开销什么都在我这 我压力不大嘛 然后她花钱还大手大脚的 就我那次不是过生日嘛 然后她就租了辆跑车 后备厢还放了很多玫瑰花呀 然后带我去吃西餐 兜风啥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 她以前的积蓄或者啥的 结果后来我才知道 她刷她妈妈的信用卡 然后她还不跟她妈妈说 然后她妈妈电话 都打到我这边来了 也不接她妈妈电话 然后就问我怎么回事啊 说她儿子花了这么多 搞我特别尴尬 那还不是因为 那是我们两个第一个生日嘛 在一起之后的 那我不是想让你风无光光的吗 而且那天你不是挺开心的吗 还拍照发朋友圈的 那我知道真相了之后 我能开心吗 然后你妈电话 都打到我这边来了 我怎么跟阿姨解释啊 你都没有为我们以后考虑吗 就是总是这样你知道吗 她做事情完全都不考虑的 就想干嘛就干嘛 也不问我想不想要这些 就还做过一些 什么不该做的事 我现在搞得我都不敢跟她说话 就有时候我随便说一句 我说我闺蜜 她男朋友给她买了个东西 特别好看 她刷了一下 第二天又给我买回来了 然后我现在在她面前 连淘宝都不敢逛了 就说骂她 转天又给我把东西买回来了 那她这给你买东西的钱 都是刷她妈的卡吗 不是啊 我已经现在都搞得不敢让她 就是花了爸妈的钱了 就是有那种花费啊 可以提前消费的嘛 然后下个月又是我给她还 就等于说这些东西 是我自己掏钱 给我自己买的 然后她还问我说你怎么不开心 我开心得起来吗 怎么开心啊 你能工作都没有 那我给你买东西 还不是想让你开心啊 我也没有非要你还呀 我也可以让我爸妈先给我还呀 这些都是我的心意啊 你干嘛不出去努力工作呢 他就总是这样 然后满老子都是 就是谈恋爱的事情 他还特别喜欢发朋友圈 秀恩爱 就一天发很多条的那种 还让我也发 我不发还不行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发呀 我也发了呀 那我屏蔽一下我客户同事 屏蔽一下我老板 他还生气 我不也没有屏蔽吗 你那些同事 有些的都认识我呀 那有什么可屏蔽的呢 我这是刷屏啊 我上班时间 我在那一直刷屏秀恩爱 你觉得合适吗 那考虑事情就这么幼稚的吗 那还不是担心 他们对你有什么多无诡 就不止这个方面 我就是偶尔下班 跟闺蜜一起出去吃个饭 唱歌什么 都是女孩子 然后不到八九点 他就开始在那个KTV楼下 给我打电话轰炸 叫我回家 那还不是担心你 回家太晚不安全吗 而且他不止这样 他不仅影响我生活 朋友这方面 他还影响我工作 你知道吧 就我平时有的时候 跟客户约个饭局什么的 主要是男客户 他就拿我的手机 然后给客户打电话 宣誓主权 搞我跑了好多客户了都 不是宣誓 怎么宣誓呢 就他会打电话 跟人家说什么 吃饭在哪儿吃饭呀 就能不能带上他 说什么我不能喝酒 什么让人家 固执点我什么的 就老说这种话 因为他 我的工作就是 一塌糊涂的现在 然后我现在再搞下去 连我这份工作都要丢了 所以想明白要分手对吗 对 我就觉得 他真的是考虑甚至 就没有为我考虑过 就是他老说 他喜欢我 喜欢我 都不知道他做法 为什么这么幼稚 就完全我跟他 我看不到以后 看不到未来 那你在现实生活里 跟他提过分手吗 提过呀 就是还有就是 我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 就实在是气得不得了的 就把他拉黑了 结果他倒好 就天天堵我 都在我家楼下堵我 然后晚上吧 在我家楼下一站站一夜 一站站一夜 你搞得我在楼上 都休息不好 你这也太厉害了 不是 我就是真的是 我又想他走 然后我跟他沟通 他也不听 他就非要做这种事 让我为难 那我在下面我不冷吗 我不困吗 你要是能让我上来 好好跟我说 那我也不至于 站在下面站一夜呀 我怎么跟你好好说呀 我跟你好好说 你有听过跟你好好说吗 我不是没有 跟他不沟通过 就是我跟他沟通 就完全没办法沟通下去 特别难沟通 对 然后我就 后来我为了躲他 我就去我朋友家住 但我还是躲不了他 怎么会呢 他就给我朋友打电话 你知道吧 他朋友都挺看好我们的 也帮我劝了他 还让我去接他 然后 那我朋友他是不知道呀 我朋友只是表面看到他 对我这么好 因为他真的就一开始 是挺照顾我的嘛 然后我朋友就觉得 哎 这人挺好的呀 咋不跟他 他们也不知道 我经历了什么呀 他们知道那些事吗 我也没有跟他们说 你给我买东西 都是用花呗买 然后我给你还了呀 我也没跟他们说 这些东西呀 而且让我最受不了的事情 就是我跟他只要有一点点 小小的矛盾 他就去跟我爸妈告状 就不止烦我朋友 还烦我爸妈 那也不是我跟你爸妈告状啊 也有时候是 叔叔阿姨给我打电话啊 然后问我们 最近是什么情况呀 我也不好说谎呀 后来我有一次吧 我就实在受不了他 我就回家也回不了 然后去我朋友了 也躲不掉 我就去酒店了 就想彻底跟他结束嘛 结果我转天 我就接到我爸妈电话了 就说结婚今天是什么 让我回去吃个饭 我当时也没有想多嘛 我就回去吃饭了 结果呢 我一回家就发现 他也在我家饭桌上 然后我一进门吧 我爸妈就开始数落我 就开始凶我 因为我年龄大了嘛 我爸妈就想 让我早点结婚嘛 不同意我跟他分手 就说你怎么还不知足啊 就这样 你跟这小伙子 明确地说过 要跟他分手吗 说了 我都把他拉黑了 他还是这样 就是要么就是 就是面对面的 跟他说分手 说过呀 你现在再说一次 我们听听 就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我想跟你分手 你啥意见呀 我不想分手 不是 你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吧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了呀 接他上下班 然后还给他带早饭那些 你不理解他 为什么跟你分手是吧 他一开始也觉得挺感动的呀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想要跟我分手啊 你现在为什么不好 出去工作呀 我也想过工作嘛 但是他上班下班的那多不安全啊 不是 他没有你 他前二十五六年 不都很安全吗 孩子 你现在是不是满脑子都是差 就他现在是你世界的全部 是不是 是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可能 真的想跟你分手 咋办 改变 怎么改呀 我的妈呀 他老是想一出事一出 还特别幼稚 就是他老不觉得自己做的 到现在为止 不是 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不是 你跟他在网恋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和感受到吗 还是那个时候 其实你挺享受他 对你的这种黏腻感的呀 刚开始的时候 肯定不是这样啊 但后来他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发现他考虑事情 没有考虑到蔚蓝 没有考虑到以后 他对你好吗 对我好是好呀 但是我觉得他 我跟他在一起看不到蔚蓝 我爸妈跟我朋友觉得你好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事情 我也没有跟他们说过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了 我这样说了也不好 那我爸妈不就对你有意见了吗 然后他倒好 他刷他妈妈信用卡 还不接他妈妈电话 然后他妈直接电话 打到我这儿来 我觉得他做这个事 就完全没有考虑到 我在他妈妈心里面会怎样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找工作 跟他好好在一起 找什么样的工作呀 怎么好好在一起啊 找一份能够照顾好他的工作 能够照 就是你的工作 就是你的工作就是要照顾好他是吗 就是未来你做一个全职的一个丈夫 是这个意思吗 你的所有工作就是照顾他和家庭 是还是不是你告诉我呀 是 但是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呀 我也可以一边去工作 一边来照顾他 那你工作呀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这是第一次 初恋是吧 嗯 你是觉得反正 你的世界里除了他就没有别的了 对吧 是 行吧 所以坚决不分手是吧 是 他一定要跟你分呢 希望他能够原谅 你怎么把一个小伙子 给折磨成这样了 姑娘 好像现在受折磨的是我吧 我觉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都太累了 不是 你们网恋了多久 他给你奔的线呀 时间挺短的 一个多月他就过来了 就 所以我说我都没有准备好 你不害怕吗 害怕呀 让他还问我敢动不敢动 那你还接受啊 他自己突然过来了呀 那你要接受啊 他就拖着行李箱 他就不走了 他赖着不走了 我就说那我帮你找个房子 在这住着吧 然后他就工作也不好工作 我没办法 我就拖朋友给他找的工作 他也不好干 你们这也拖了一年半了呀 你还是享受啊 我躲不掉他呀 他就是有很多方法 都能找到我 姑娘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不承认曾经喜欢他 你这事就不对 曾经肯定是喜欢的 刚开始也挺好的嘛 对呀 你得承认这个 你不能说我们发生了问题 刚开始是挺好的 我想跟你分手就 把所有的一切抹掉对吧 刚开始在一起的是挺好的 然后我也很 是不是还挺享受 对 只是因为你发现了说 这个男生给予你的一切 是通过谎言 或者虚假的一些事情办到的 对 他要是改了呢 我感觉他改不了 因为他都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怎么改呀 好 我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 所以是一定会分的 对不对 对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 不管他改和不改 分定了对吧 对 死心了吧 他低了吧 来吧 交给你们吧 看看怎么帮助这个 年轻的小朋友成长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卷 男生很喜欢这个女生 对 愿意听她的嘛 愿意 那么她说今天想和你分手 你听吗 不听 你刚才不是说愿意听吗 恕我直言 男生像你这样的 不管不顾 不择手段 挖空心思的 全身心投入到恋爱当中 也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生活也并不是 整为了爱情啊 女生想逃离 我非常理解 当然 男生走到今天 你是有责任的 是你给了他一种 莫名的信心 因为他知道 你也说了 比你小的 你是拒绝的 他比你小五岁 结果他恋爱成功了 是不是你给了他一个信心 他认为 今天你再说要分手 我只要坚守 依然 但是问题男生 你真的要搞明白啊 爱情它是现实 和浪漫的综合体 你呢 只顾浪漫 不顾现实 爱情并不是 只有风花雪月的 所以你现在是 如何去面对现实 务实一点的问题啊 刚才说到了 为了女生过生日 哄她开心 你看刷的是妈妈的钱 你认为这样 女生就开心了 但你考量过 你妈妈会不会开心呢 你认为做男人的 我要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让你开心 但这一切努力 都是应该靠自己的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的工作 你现在暂时 真的还不适合谈恋爱 最后我说你八个字 放下自己 放过对方 好吗 谢谢 男生 余老师说的你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进去了吗 我估计你 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吧 这些道理 我想你的女朋友 可能跟你说过很多次 真正关心你的人 可能也跟你说过很多次 我们真的担心你 真的担心你 就此掉入这个漩涡 我们说年轻人 为了爱燃烧自己可以 但咱别烧伤烧死了呀 我们说可以为了爱情执着 但是不能一头 撞在牛角尖里呀 你现在想就一件事 他要和我分手 我就想尽各种方法 让他不能脱离我的视线 让他不能离开我的身边 我去找他的朋友 找他的父母 用所有的一切 我能用尽的方法 去让他和我在一起 但是你方向走错了 劲儿用错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让他在你身边 就一件事特别简单 我去好好工作 我去做一个 踏踏实实地闪光的我 你看看他爱不爱你 女生其实你从一开始 跟他网恋的时候 是喜欢他的 对 他来到你身边 你也是没拒绝的 没有 他一步步展示出 他本来的自我的时候 你觉得哎呀天呀 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我现在甩也甩不掉了 好麻烦 先想想我们这第一步 自己走的对不对 是不是不了解对方 就让自己开始了 一段新的恋情 是不是我们自己贪心太多 才误入泥泞 所以我真的奉劝女孩子们 不要盲目地 开始一段爱情 学会观察 不要心急 爱情总会有的 即便没有 我们要好好过啊 你看你现在爱情 搞得自己也很难堪 感觉你要真甩着他 你自己好像良心上 也过意不去 也怕他出问题 也怕他缠着你 所以 再要开始感情的时候 三思而后行 所有女孩子都要 秉着这样的方式 去谈恋爱 就会减少麻烦和伤害 谢谢 初恋哈 是吧 初恋基本都不能成 你先记住我这句话 初恋基本都不能成 其次 女人内心真正需要的是 什么样的男人 首先 她先得顶天立地 是个男人 其次 你在做那些 让我感动 浪漫 有情调的事情 我会觉得 你像个男人 就是你不能 本末倒置 你懂吗 但是在你们两个人 这段关系当中呢 我反而挺心疼你的 我更多的是 对于这个女生 有一种咬牙切齿 就其实 我觉得女人啊 真的有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说 虽然我也同样身为女人 你说碰到一个男人 全心全意对你好 你嫌他软弱无能 他事业有成吧 你嫌他看不见你 不在乎你 刚才 我们在你们说的过程当中 米娜老师就悄悄跟我说 你说这男的要是一个 也上着班 然后工资又特别高 然后偷偷出来 给你送杯奶茶 是不是得感动死啊 所以有一点很重要 你在找他的时候 你看到不就他 细心吗 体贴吗 照顾你呀 你跟他网恋的时候 他怎么对你好的 你跟他网恋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工作吗 他工作能力什么样的 他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你有了解过吗 而你为什么不跟你爸妈去说 他现在真实的状况 你不就还是享受 舍不得他对你的好吗 否则你至于受甲板气呀 你至于跟你爸妈说 他没工作靠我一样 你爸妈还让你找他吗 所以你就是一边享受着 他对你的好 然后一边又觉得 他软弱无能 我们不否认 他确实是恋爱脑 确实是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感情上面 这样是不好 可是你不能一杆子打沉 他对你好的时候 送奶茶的时候 你有本人别出来别要啊 你说你给我回去工作去 我要什么奶茶呀 你喝了吗 他对你的好 你全盘接受 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 对你好 他能感受到 你感动的那种 带给他的快乐和兴奋 他也就忽视了 他到底有没有能力 去实现这份爱 你试试 你不给他还那些钱呢 最后我跟男生说 爱不是光凭一腔热情的 爱是需要有能力的 我想请你想一想 你到底是爱他这个人 还是爱谈恋爱的 这个时光和这段过程 谢谢 其实也挺好 这一生里头有一个人 能够这样为你赴汤蹈火 为你舍身忘死 全世界只为了你一个人而存在 可能这一辈子 这是你最浪漫的一次了 虽然说这个浪漫得自己买单 但也许离开他以后 你再遇到的爱情 总是会差了一点什么 因为可能那个男孩 不会自己的工作不要 跑来只为了送一杯奶茶 可能这一生 再也遇不上这样一个人 男孩自己也会为 刚刚我的这个逻辑 也很感动吧 因为你内心也是这么想的 你想我拿我所有的来爱你 我给你的这么多好 你敢不敢动 就像带着箱子 奔线去找他一样 他为什么没感动呢 他也有感动 但是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觉 就是不成为他人累赘的自觉 不在经济上成为他人累赘 不在精神上成为他人累赘 我们可以在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好 而不是我把你拖入一个 每天要还信用卡的绝境 你奔线 他原本以为是一桩浪漫 来了一个能照顾他的男人 但没有想到这个男人 还需要他买单 你做的很多事情 他也有感动 但不太感动 因为你给的都是你能给的 你说你有什么 你有的就是时间 你说你没什么 你没的就是钱 没的就是工作 没的就是能力 你拿你所有的东西 就是时间去讨好他 他会觉得稀罕吗 你一天24小时 你都是闲的 你无聊啊 你处在楼下等他也是等 你在屋子里刷手机 你也是这么过了一天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人 你却能够抽空送一杯奶茶 他当然都会感动了 可是现在你正好相反 而你的女朋友呢 条件又是跟你不一样的 他现在缺什么 一缺钱 二缺时间 他的时间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了吧 自己也开始着急了 父母也着急了 而自个儿应该钱也还不够多 不足以靠自己挣钱来支撑一段 你不工作 围着他转的这样的感情生活 他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跟他一起承担身上担子的男人 而不是要你继续当累赘 所以现在对于你们来讲 你也不用说我改 因为这种说我改的这个态度 特别像我女儿要犯了错误 我问他怎么办 我改 怎么改 你说怎么改 我就怎么改 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生活里头 自己的特长是什么 谋生技能是什么 你有什么计划能够让自己改变这个状态 这个才叫我改 而不是女朋友嫌我 我改 女生 至今他 你说你甩不掉的原因 在我听来都极其荒谬 你的家里 为什么父母的门他还能进得去 因为你没跟父母说实话呀 为什么你的朋友那里他还能找得着 因为你没跟朋友说实话呀 就像你讲的 我不跟他们说实话 因为我对我们未来 我还留有余地 所以今天无论你在现场讲得再咬牙切齿 但你内心还是期待的是 这是一个改造大现场 他能够摇身一变 从此22岁的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有担当成熟的男人 可能吗 你今天的话虽然说的决绝 但是我知道你内心里头 还真的没有打算 自己一个人好好开始生活 否则你不需要到这儿来 你只需要告诉你父母 不要再让他上门了 他满嘴谎言 他欠的钱都是我在还 连他妈都是找不着他 找到我这里来 什么叫躲不了 躲到酒店 躲到这儿 躲到那儿 情况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都自己去好好想一想吧 如果你们两个人 还决定往下相处 他只需要去上班 你只需要停下抱怨 谢谢米娜老师 你知道你最可气的是什么吗 你一边欺负着小男生 享受着 你一边又厌恶他 这个是最讨厌的 如果你曾经享受过 你就不能忘记你曾经享受的好 把这个人说得一钱不值 否定得一文不明 那谁都不愿意离开 你想想是不是 可以把分手说得清清楚楚 明白白 但是不能用这样鄙视的态度 二十七岁了 你的态度应该坚决 因为从年龄和社会阅历来说 你比他强 当然二十二岁也是个成年男人了 按理说 我们也不应该这么护着他 得好好干活 得像一个男人一样的顶天立地 记住了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会 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 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可以原谅我吗 其实压力特别大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希望以后成熟一点吧 然后再考虑考虑吧 你总是嫌我这么幼稚 可是我觉得 那是我对你好的 所有的方式了 一生长叹 不管在不在一起 都要好好工作 听明白了吗 这不一定挣很多 但是要有一个 好好认真工作的态度 听明白了吗 谢谢两位 请推 请推 请开门 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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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